问中国飞鸽 语业零售股 6186 这个卡卡来的 它是17元买的 它说怎样看 短线 飞鸽本身之前我看得比较好 但是近期我持仓都已经沽了它 沽了它 沽了它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本身我现在开始是比较恐惧 就是今年那个婴孩出生率会进一步跌 特别人打疫苗 敢不敢说在短期内真的会去怀孕 这方面我是有保留的 还有之前飞鸽的董事像真的这么说过 既然他这么说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戒心 而且始终现在大家看到政策面那边 都希望减省一些家长 育义的成本 你想想飞鸽本身之前卖点是什么呢 是三四次城市都卖到奶粉很贵 是希望打造一个很高端的品牌 那究竟在现在这个国家政策底下 这一步还能涵不涵呢